国会解散之后大家都在问 什么时候会公布提名日还有投票日的日期呢 在各个州属这几天陆续解散州议会之后 明天早上10点钟 选委会将会召开特别会议和记者会 预料到时候就会做出公布的 不过在这之前已经进入备战状态的选委会 今天就率先公布 他们成立了一支涵盖警方反台会 选委会和总检察署成员的执法队伍 严格监管大选期间的所有竞选活动 那包括最常被挑起的候选人收买选民的指控 选委会主席莫哈莫哈欣 今天更特别到访反台会总部联合召开记者会 展现了双方要打击选举贪污的决心 为了杜绝政党或候选人在大选期间贿赂选民 那选委会主席莫哈莫哈欣和反台会 一个阻击非礼今天就宣布 这两个单位将会密切合作 成立24小时的行动室 怎么收集中党或候选人 他们滥权派大礼 又或者是收买选民的资料与投包 对于选委会主席莫哈莫哈欣口中提到的 本招满设宴请客 那就有记者追问了 竞选期间让选民免费吃喝的活动 在各个选区几乎是天天轮流上演 那什么样的规模 什么形式的设宴才不会采现 政党和候选人要如何避免呢 而且收买选民贿赂选民的定义又是什么 这个时候站在选委会主席旁边的 反逃会一个主席莫里就匆匆翻书 最后这么回答 主席莫里说很快他会再办一次汇报会 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 不过这位反逃会一个就告诉 想举报的民众敢敢爆料 因为举报者将会在 催修者法令下受到保护 那想要举报的民众 可以拨打热线 或是把资料划到新的专属邮箱 至于抵触法令的人 不只会在选举犯罪法令下 面临监禁和罚款 那名字也可能从选民策除名 长达五年 无论如何细节上还没有交代清楚 那两位主席大人就匆匆结束记者会 然后巡视隔壁的录音室 意犹未尽的记者 虽然还有一大堆问题想要发问 但是行程满满的阻击菲里和莫哈莫哈欣 在巡视完之后再度迅速闪人 只留下选委会官员向媒体透露 目前已经接获七个周一会解散的通知 提名日和投票日 需要等到周一会都解散了才能公布